第303集 姚夕也走了过来 他并不知道如来为何意 只是觉察到有意 他如朝霞出生 似明月洒灰 脸部款款 同一时间 叶凡感应到另一道目光 来自姚池仙石方的一座阁楼 他们的圣女平窗而立 被雾气笼罩 遥望这里 现相识 朱法空 刹那段雾万法同 一旦风光藏不住 赤裸裸的敌面缝 叶凡道了一句佛家祭子 看向清秀的小尼谷 甘问 释迦牟尼还在否 小尼谷白衣胜血 空灵如仙 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 但终又闭上了 中州的大夏皇子 此刻如山似月 外放出龙行气柱 神医绽放光滑 如大地临时 神物无比 冷冷地盯着叶凡 只知佛教 未听闻过这个名字了 不要问我们 释迦牟尼是一个禁忌吗 叶凡胜出这样的错觉 顿觉了 妙心圆 无名俏力总一般 梦里明明有六趣 教后空空无胜凡 叶凡 以佛教祭子 试探小尼谷 最后沉声问道 佛陀在何方 西末有须弥山 若想得西 你可去寻 大夏皇子冷声说道 叶凡听到须弥山三字 心中震动 真的是 释迦牟尼的道场吗 我想听你详说如来 与释迦牟尼 遥光圣子 对叶凡开口 笑容灿烂 如春风似朝霞 叶凡心中震动 感觉这个世界的佛教 有问题 不然 大夏皇子 与遥光圣子 何以如此呢 大夏 乃是不朽的 上古皇朝 繁盛了十几万年 大月崩塌 长河干涸 大夏 称为了桑田 岁月悠悠 一切都在改变 可是 大夏 却盛顶如故 始终未变 自荒谷前的大帝 开创出这个不朽皇朝后 他便始终屹立不倒 记录下了多少次 古史更迭 承载了多少秘心 没有人能够说清 叶凡心中想到了很多 两千多年前发生了什么呢 释迦牟尼来到了这个世界吗 他与原住民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为何让大夏皇子变色 此中若有隐情 不得不让人浮相连篇 大夏一定明了这一切 他是不朽的皇朝 这个世界发生的大世界 他应该都有记载 摇光圣子 笑容温和 牙齿晶莹 连头发都在散发金光 他很随和 向前望来 无量天尊 叶凡口松道号摇了摇头 贫道一介散修 云游四方 偶然文质 心有所获 故此相问 他并未扮成断德 此刻身材奇长 道袍飘飘 容貌出尘 虽然很年轻 但颇有几分鲜欲 道长谦虚了 能否为我解惑 释迦牟尼源自哪里 是怎样的存在 你了解多少 摇光圣子微笑 如春风绕动 释迦牟尼来自星空的彼岸 叶凡怎么可能说出呢 我只知如来明 不知其生平事 不若圣子帮我解惑 这世家到底有何来历 世家 摇光圣子眼瞳中 才华点点 如梦似幻 很明显 这两个字有神秘魔力 每次都会让他有不同的神色 要知道 像他与大夏皇子这等人物 泰山崩于眼前都不变色 但如来之明 却让他们心中难宁 我本向你相寻 你却回头反问我 道长真是滴水不漏啊 摇光圣子笑容和煦 而后摇了摇头 我不顾道听徒说 不明其中究竟 还望殿下不吝赐脚 无量天尊 叶凡雨袖飘动 这个小子 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道士了 不过确实挺神棍的 都是尼姑惹的祸呀 口味重 摇光圣子眸子深邃 仿若可以穿越历史的天空 望向永恒未知处 这个名字有魔性 在两千多年前 像是突然发生了时空断层 关于她的一切 都不复存在了 我只知她存在过 叶凡听完后 笑颜如朝霞 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但心中却思绪万千 她的思维 极度发散 两千多年前 如来做了什么 在这个世界 留下怎样的痕迹 如今还在吗 这一切都是谜 充满了未知 让人很想一谈到底 她迫切想了解 这当中的一切 这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星空的彼岸 古人留下的星门 跨越无尽星系 此行的终点 到底在哪里呢 她有着太多的不解 九龙拉关是偶然 还是在重复前人的路 佛陀是否也是意外 来到了星宇的彼端 如来 多半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 只是不知发生了 什么可怕的变故 叶凡心中自愈 转身望向大夏皇子 发现对方无比冷漠 他为什么这样呢 一定有隐情 释迦牟尼让他忌讳 让他不愿多提起 遥光圣子脸上 露出平和的笑容 转身 面对大夏皇子 殿下龙气冲天 为大夏之龙子 想必对如来有之 不知两千多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关于这个人的一切 都凭空消失了 好像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我也不知道 佛教有圣贤在世 你若想明了 可以自己去问 大夏皇子神色漠然 再无任何表示 旁边 姚西思索 如来二字 他从未有所闻 显然圣子比他知道的多 毕竟对方才是 遥光未来的主人 这让他心中多少 起了一丝波澜 叶凡完全平静了下来 想从遥光圣子口中 得知什么 势比登天南 对方显然不会告知其秘密 至于大夏皇子 那就更不能指望了 还没有深问呢 就已经是一幅 巨人千里之外的表情了 他觉得 将来有必要去西墨异形 去那传说中的须弥山 了解真相 当然 在此之前 他可以想办法 先向清纯的小尼姑 了解一些 叶凡转头望去 这真的是一个 尼姑 萝莉 白衣圣雪 眼神纯净 漆黑的大眼 咕噜噜的 飘来飘去 胆子非常小 当他回头凝视时 对方就像个 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躲在大夏皇子的身后 大夏皇子粗眉 他非常宠爱自己的妹妹 作为哥哥 最不愿见到 叶凡这样的男人 总觉得是在 勾搭自己的妹妹 无量天尊 贫道乃是出家人 扫地不上楼以命 爱惜飞蛾杀赵灯 不会有凡俗之念 叶凡一本正经 亦有所指 大夏皇子面无表情 但心里别提多腻歪了 白衣小尼姑 则敏嘴 偷笑大眼乌溜溜的 看了他几眼 他还当道士上瘾了 我看跟那个 确得道士友的一拼 保不准 又是一个无良道人 刘寇 将他与段德 快画上等号了 你们听说过 释迦牟尼吗 图飞低声问 没听说过 那帮秃子太神秘了 根本见不到踪影 如果不是中州的人来圣城 偶尔提起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门牌 听说过这个教派 但根本不明细情 吴中天皱眉 我爷爷谈论过 好像这个教派非常强大 门中有什么古佛 深不可测 只知道这些啊 其他一无所知 江淮人摇了摇头 叶凡心中已无波澜 关于释迦牟尼的事 他需要慢慢的去打听 他的思绪回到了眼前 先不轻度 倒风慢起 再次走了一圈 他发现 姚夕没有丝毫感觉 根本不认识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